一趟小貨車往右螃蟹市連切三個車道 外送員似乎也沒發現 連人帶車被撞倒 騎士重摔倒地站不起來 後方車輛趕緊剎車 換個角度看 小貨車沒有理讓執行車擦轉外送員 害得騎士餐點和零件噴落四散一地 警銷人員貨爆後 趕緊到場將騎士送一 回到現場 遭遭的機車停在路邊 烤漆刮傷受損 後照鏡關了一邊 而機車上還殘留翻倒的餐點 可見當時撞擊力道相當大 當時一輛小貨車從快速道路下來後 竟然無視後方的車輛 往右螃蟹市的連切三個車道 結果撞上後方的執行騎士 4號上午9點新北新莊中環路三段 小貨車打方向燈 連續右切三個車道 無視路上執行標示右轉擦撞 造成外送員四肢擦錯傷送一治療 外送員比較嚴重 感覺他還比較嚴重 有那種就是站不穩的感覺 因為他們一直在旁邊等 他已經在坐比錄了 就後車等等掉下來 雙方經九側後九側值都是零 而初步肇事原因是小貨車轉彎 為禮讓執行車 最高可處一千八百元 而無故的外送員只是要送餐賺錢 結果沒躲過貨車螃蟹市右轉 現在進到醫院車子也被撞壞 恐怕得要好一陣子才能復原上工 記者姚家庭林玉君 新北採訪報導 捍衛言論自由到底 搶救中天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訂閱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